哈喽大家好我是王金西 然后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家新到的四条泰国斗鱼 这次是公鱼 然后这一条呢是一条 偏白色的 然后有点 荧光粉 算是荧光粉的一条 公鱼 对公鱼 啊对它尾巴 是这样的特殊尾形 等一下灯要掉了 ok 然后下一条是一条 大耳半月宫金色的 然后它的尾巴明明特别大 只是它在 袋子的运输过程中 它把自己的尾巴咬了 它明明尾巴是一条特殊尾形的 特别美我买块最贵的一条 但是它尾巴咬了 然后这一条呢 我这两条是我最喜欢的 它没有咬尾巴形我很喜欢 然后这一条是一条 纯白色的半月宫 公鱼 其实我想买大耳朵半月宫的 但是有点点小贵 然后就买的 纯白的公鱼 但是也挺好看的 然后这是一条 熊熊草色的大耳朵公鱼 但是它 状态不是很好 过几天应该就会好了 只是刚到家而已 然后这是这四条鱼 过后呢 我感觉我还会多卖几条公鱼 然后多卖几个罐子 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家的 孔雀鱼生宝宝了 给它看一下 这是 这是昨天刚生的 不知道大家看见不 你看看 然后这是 这是褶扇生的 然后这是蓝利福 孔雀鱼生的 然后这是这条褶扇 这红的这一条 蓝利福是这条蓝色的 鱼刚看着有点黑哈 因为我把这个灯给它们照一会儿 这样方便展示 OK那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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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